哈嘍大家好 這個是5月21號的Coding Vlog 龍捲風 那這一次在創作開始之前呢 我就大概想好了我要做一個龍捲風 然後呢很瘋狂的把所有東西都捲起來 飛來飛去的感覺 然後呢也許可以讓龍捲風破壞房子之類的 好 那就帶著大家一起走過這一次的創作歷程囉 那剛開始呢 我是由上到下先畫了很多很多的圈圈 然後他們的間隔是2 然後呢接著呢我再用Noise去給他 就是根據由上到下的那個數字 輸入之後得到連續的亂數 那我的那個龍捲風的寬度 除了由上到下 比如說第0個它就是比如說0的寬度 第100個就是100的寬度之外呢 也加上了額外的Noise 所以呢它整體上會是一個圓錐的形狀 然後再加上Noise有一點亂亂的感覺 那在這個階段呢我先測試看看就是 除了Noise之外再加上像隨機的線條的粗度 然後去調整怎麼樣子看起來 最像龍捲風 那接下來龍捲風做到一個大概之後 我這一次我先做了草稿 所以呢我就想說我先拿一個方塊來做捲動的物體 那這個捲動的物體其實就是用極坐標 比如說我就是產生這個物體它的角度 然後它的半徑它現在繞到哪裡 然後呢接著用三角函數就是距離乘以它的cos角度 跟距離乘以sin角度得到它現在的xy位置 那現在當下我還沒有加就是它的隨機型 所以你會看到它都是用就是一個螺旋的方式在周圍繞來繞去 因為我的角度是直接用它是第幾個來做決定 所以它就會連續的有點像在繞圈圈 那接著我就稍微調一下就是讓它Noise的成分大一點 所以呢它在繞圈圈的同時也會有很多不同的進度變化 然後我加上了rotation加上了轉動 那讓每隻牛它轉動的角度也會微微的不一樣 那這邊的Noise呢我就會取2D的Noise 也就是說我除了用frame count 讓它會在那個噪聲產生亂數的平面上跑之外 也會透過O就是它是第幾個來決定 我在哪一個哪一條線段上面去亂數 就有點像取不同的亂數的平面的感覺 那接著呢我第一步我先把那些方塊全部都換成牛 那那些牛呢我花了蠻多時間在畫的 因為希望它可愛一點 所以我就基本上都是用方塊去組成這隻牛的形狀 那牛身上有些黑色的斑點 然後呢這些黑色的斑點畫完之後呢 那就想說牛它身體應該會有頭跟腳 那這邊我有用一個就是幫助自己繪製的手法 就是我在下面也放了一隻牛 所以我就不用一直在看那個旋轉的牛 我可以看那隻下面在地板上面固定的牛就好 那接著呢就進到加入轉動的牛腳的部分 那牛腳其實就是畫四個長方形 那四個長方形的話我也希望腳可以有點像 他們掙扎般的擺動 所以呢這邊要改用Translate Translate到腳的根部 然後再畫長方形 所以呢這樣子好處就是我可以在腳的根部去做旋轉 那腳就可以在身體下面扭來扭去 好那所以我現在連續加了兩個不同的長方形 然後呢他們有不同的旋轉角度 他們插了拍 那插了拍意思就是他會在一個圓上面繞嘛 所以一隻腳往前90度 另一隻腳剛好就是往後90度 那我就稍微調了一下 讓兩隻腳的擺動頻率有一點點不一樣 那這樣子看起來也會比較生動一點 那接著我就加上前腳跟後腳 那前腳跟後腳其實就把Translate 它的X跟Y位置調到後腳的位置就好 那用畫布操作的好處就是你不用再重新計算坐標 那接著呢我稍微調整了一下整體上面的顏色 那顏色我先把後面換成天空的背景 那其實我當天就在煩惱說我應該用什麼樣子的背景 是晚上的背景嗎 黑色的看起來比較清楚嘛 那接著我就稍微調一下龍捲風的樣式 好那定到第二個部分之後 我開始做牛的頭 那牛的頭呢一樣是用Translate到頭的位置 可以看到一個很大的方塊 那接著呢就開始加上牛的五官的一些細節 包括了眼睛鼻子然後還有腳 那接下來呢我就開始加上頭的部分 那頭的畫法一樣跟腳差不多 我就是我Translate到頭的位置 然後呢再開始會知一些細節 比如說他的鼻子然後眼睛還有腳 那我先畫了鼻子 鼻子是皮膚色的 那他們的畫法都是方形 方形再加上有一點點的圓角 那接著我畫上眼睛 眼睛就是用單純的圓形 那剛開始在畫這個的時候 我就是一邊在想說龍捲風還可以再加些什麼啦 以前有玩過一個就是龍捲風的遊戲 那裡面就捲了很多像乳牛啊 或是骨藏之類的東西 那我剛查了一下乳牛的照片 就想說把它做的稍微像一點 最後把它加上了腳 就是頭上有兩根觸腳 有點像天線的感覺 那加上了牛頭上的腳之後呢 整隻牛就差不多完成了 就自己還覺得還蠻可愛的 那我就再調整一下 就是他們繞圈圈的大小啊 然後也再加上兩個最後的修飾的鼻孔 就把它往下畫 然後呢把半徑調小一點 就看到鼻孔放上去了 那接著做完牛之後呢 就進到下一個步驟 就是調整整體龍捲風的視覺 跟把天空上色上的好看一點 所以我想說整體應該是有點像藍色 有點天空的青藍色 但是我又不想要它這麼無聊 所以我想說做一點漸層 那漸層我就在尋覓一些比較適合的顏色 比如說從比較沒有那麼藍的藍 就比較偏綠色 到比較偏藍色之類的 最後就來嘗試各種不同的組合 那我也嘗試了一下如果把東西加上陰影 那你會注意到剛剛突然變慢 原因是因為如果你的陰影有blur有模糊 然後你有同時畫面裡面有線條的話 東西很容易會變很滿 因為線條的陰影比較難算 電腦的效能就會被拖滿 然後就調整了一下 我希望線條本身不要有陰影 你又有陰影就好 所以龍捲風就是用純粹的線條繪製 然後我讓它加上ARC 那ARC的話就不是繪製完整的圓 而是我可以控制開始跟結束的角度 所以這樣會看起來比較像旋風 就是不會這麼完整的一個圈圈 那我就讓開始跟結束的角度也是由SIGN來控制 所以就會有一點周期性 然後更有繞圈圈的感覺 那調整了整體的龍捲風的視覺 然後呢也想說就是稍微加一點點的甜色 其實它看著就會有點像雲霧疊層的感覺 那我加上了龍捲風的左右移動 因為剛開始畫龍捲風的時候 我是Translate到整個畫面的中央 那如果說我在Translate這個過程裡面 再加上了左右的COS 那整體的整個後面畫的東西 都會開始這樣左右移動 剛好跟龍捲風的左右移動屬性很相似 所以調整完它的那個甜色之後呢 龍捲風的地方就大致完成了 然後就開始繪製天空 天空想要繪製的是這個天堂鳥籃 然後到比較偏更藍一點的藍色的漸層 所以呢我必須要製作漸層 漸層的做法呢就是用兩個顏色去做Lerp 那這邊的畫法我採取了另一種方式 就是我先抓一個初始的藍色 那由上到下越加多一點藍 所以我抓了一個偏綠的藍色當作起始 那由上畫到下的時候 每隔一條長條橫向的長方形 我就多花多加五的藍 然後我加上了旋轉 那旋轉的話我希望每一條 就稍微的偏一點點 所以背景會是不這麼規則 就是一條一條往下的漸層 然後就把整體的天空大致的定下來 但因為現在有那個黑色一條一條的 就是因為天空上有陰影 所以我們必須把陰影在初始的時候先拿掉 那我也先加上了材質 材質的部分是用噪聲產生的 就一樣隨機的像素 那我加稍微調整一下材質 它的透明度 然後呢設定現在的這些 那我就把後面的那個天空的線條都拿掉 那看起來就會比較均勻一些些 那接下來呢就差不多進到下一個步驟 就是我想說除了牛之外 也還要有一些其他的物品 所以我想說來加股倉 那股倉跟牛的畫法一樣 我translate到股倉的位置 然後呢開始畫股倉用方形來Ping它們 那我沒有就是在額外的做一個股倉的迴圈 我直接說如果現在的牛 然後現在第幾隻mod2 除2的餘數是0 我就把它改成畫成股倉 然後後來改成就是除6的餘數 或除8的餘數 因為股倉會比牛少 那畫法呢我一樣是在左下角 先畫一個固定的股倉 我就看著這一個畫 上面的都會跟它同步 然後就把它加上屋頂 斜向的屋頂呢我是用ShareX 就是把整張畫布傾斜去得到 它可以做出類3D的效果 那這樣畫下來呢我就一邊在調股倉的顏色 然後我在看國外的股倉 國外的股倉好像都是黑色的身體 然後紅色的屋頂 所以我還調了蠻久的 那我整體上就是在做一些色彩的變化 比如說身體股倉的牆壁原本是白的 我就會再把它調深一點點當成它的側邊 有點像比較偏陰影面的感覺 然後我也用ShareX再往左Y去做屋頂的另一層 其實我是往後面有畫一整個長條的平行四邊形 但因為疊起來了 所以最後呢我把那個深色的放到後面去之後 它就看起來只有一個小三角形 那股倉的部分就是稍微再調一下顏色 就我後來把它調成黑色的屋頂 那屋頂的側面稍微亮一點這樣 然後把它改回紅色 那股倉的部分我就想說 這看起來有點太像大富翁的股倉了 所以呢我想加一個窗戶 那加一個窗戶感覺會比較好看一點 那我就把它調成的美式股倉 就是紅色的身體、黑色的屋頂 然後最後呢再加上一點點小修飾 比如說現在正在加一點點白色的透明的色塊 在屋頂的下面做一點立體感 然後呢最後我在修飾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發現左下角有一個沒有捲起來的股倉 其實也還蠻不錯的 就是看起來有點像地板有一個沒有被捲走的 所以我就一直就把它留在那裡 也算是小小的一個隨機的收穫這樣子 那我就最後把它加上窗戶 窗戶我就簡單的畫一個方形 然後呢在額外的話 上半部跟左半部 那就變成一個填字形 所以我就畫了三個方形 然後把一個的寬度變成一半 然後另一個的把高度變成一半 所以就得到了一個小的填的窗戶 那在做這一次的就是整體的調整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蠻有趣的 後續都是一些就是小小的細節的顏色啊 大小的調整 就讓股倉比較緊緻一些 那我覺得這一次是難得 就是我有一個很清晰的想法 然後呢從草圖開始 先做一個非常隨機的繪製 就是只有線條的版本 然後呢讓它慢慢的演化到後面比較緊緻的版本 把牛刻出來把屋子刻出來 那我在龍捲風這一步的時候 我再加上了一些隨機的有線條或沒有線條 就是有0.1的幾率 10%的幾率會有線條 所以看起來那個龍捲風就比較真實 那也就差不多完成了這一次的龍捲風的創作 那這一次最大的收穫大概就是我覺得流程很完整 然後呢在繪製東西的時候一步一步慢慢的到位 然後做出一個有趣的作品 那如果喜歡這類的分享呢 我大概偶爾可以繼續來錄 那可以歡迎大家訂閱加小鈴鐺 開啟通知跟老闆一起Coding吧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